字幕志愿者 作词 字幕志愿者 认识 字幕志愿者 赛同学 大家好,我是某某七在洋宾 相信骑车到现在你一定知道 《控制油门》就是骑车技术的关键 著名的书本 大家相当熟悉的一本书 《弯道圣经》 它的英文其实不是Riding Bible 而是A twist of the wrist 怎么样转动手腕 就是骑车的关键 如果你的油門控制不好 整台車就會在你加速的時候 前後晃來晃去 或者在加州賽車學校裡面的課程中 也會告訴你 你唯一能讓車子變穩定的操作 就是打開油門 或者在賽道過去也流傳過一句話 當你心裡面有所懷疑 不知道該煞車 不知道該轉向 還是不知道該加速的時候 這時候你只要吹油門就對了 油門的控制不但可以讓車子加速出去 越走越快 而且可以讓車子更穩定 所以一定要學好油門的技術 今天站仔要講的主題就是 如何把油門給控制好 在這邊站仔要告訴大家一個小秘密 下個月就是MOTO7 10週年的時候啦 站仔也非常感謝大家在長期以來呢 支持我們的影片 還有上我們的網站看我們的文章 你也可以更進一步 實質地來支持我們MOTO7 就是上我們MOTO7的蝦皮團購 購買相關包含手套 或是其他的相關產品 關於油門的操作 站仔要告訴你的第一件事情是 油門不是只有開跟關 不是只有on跟off而已 而是呢在這中間 你要柔順地慢慢地把油門給打開 這樣子的技巧 不管是在小排量的車款 或是大排量的重機都非常受用 你可能會想 現在的重機都具備有TC 循跡控制了 那為什麼開啟油門的技巧 還是這麼重要呢 這時候你可以仔細觀察一下 當你在開啟油門的時候 如果你瞬間全開 這時候呢 輪胎會因為馬力的負擔過大 動力呢過大 而讓後輪開始產生打滑 這時候你的車呢 雖然有TC 循跡控制來幫助 但是你就會覺得 車子好像頓頓地出不去 或者呢 再早一點的車款 你會覺得說 動力馬上被斷掉 我那種感覺是非常差 而且也會影響你的操控 所以我們從小排氣量的車款開始 你就要學習 如何把油門操作到 是可以柔順地逐漸打開 那這樣子呢 當你跳到大排氣量的車款 你也可以控制得非常好 或者呢 是在雨天的狀況 或是路面有沙石的這樣的情形呢 你的油門的控制 就是你是否成為一個合格的騎士的關鍵 第二個關於油門操作的技巧 轉動油門呢 是一個非常細膩手腕的動作 很多人覺得我在開油門的時候 我是整隻手一起扭動 上下扭動 其實不是 在操作時呢 你要保持手臂 維持一個穩定 再來呢 你要細膩地去轉動你的手腕 看到沒有 用這樣的方式呢 來操作你的油門 如此一來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我們在騎乘的時候 來自路面的顛波呢 是非常多的 所以車子會上下晃動 所以這時候呢 如果說你都是使用你的手臂 來做油門的控制 那你就會經常碰到說 車這樣在晃動的時候 你自己去轉到油門 這樣的情形 第三個部分要提示你的是 轉油門要有一個預備的動作 什麼是預備的動作呢 就是當我們在轉油門 要往下轉之前呢 我們會把手腕稍微往前轉 再轉下來 這樣子的動作呢 是讓你可以確保你的油門是可以轉到底的 而不是轉到某個地方卡住以後 又再去往前抓 站長這邊要同時解釋一下 例如像站長自己 R6小寶貝上面呢 就改快速油門座 它會讓油門的行程呢變短 所以你就不需要呢 往前預壓這麼多 再往後轉 甚至快速油門座呢 它也可以選擇不同的凸輪 也就是不同的形狀 可以讓你前面呢 油門是開得比較緩的 到後期呢 油門是快速的被打開 第四個要提示的技巧是 初始油門是油門操作的關鍵 當你在剛開始要開油門的時候 如果你一下給的太大 輪胎會瞬間產生打滑 這時候你又要必須要把油門再關閉 所以如何在一開始的時候 用比較細膩的動作 讓油門是比較漸開的 是非常的重要 當你感受到後輪的抓力 逐漸再出力 你就可以把油門呢 再逐漸的打開 甚至到速度上呢 可以越開越快 但在油門剛打開的初期呢 你一定要非常的柔順 非常的細膩 再來是關於油門操作的節奏 很多新手經常犯的錯誤就是 在彎中太早打開油門 如果你在過彎呢 例如說是一個髮夾彎好了 那你可能覺得彎中速度 好像有點慢了 這時候你把油門開始打開 這時候只會把你的車子呢 往彎道外面推過去 也就是所謂的外拋 因此太早開油門 絕對是不好的 以整個騎乘的節奏來說呢 就算你已經把煞車呢 是完全給放掉了 但是這時候 你還是看不到出彎點的話 千萬不要冒然的把油門打開 最好的做法 是看到出彎點的時候呢 才把油門逐漸的打開 把車帶離彎道 如果我們把場景換到賽道 當你在彎中過早開油門 同時呢 又只能微微的開 不能全力的加速時呢 你的單圈絕對無法做一個有效的提升 怎麼樣才是最好呢 其實我們在賽道裡面追求的是 提早把油門給全開 也就是全力的加速 不管我們在分析軟體 或是從賽道的單圈都可以看到 當你越早把油門打到全開 這樣效率才是最好的 如果你在彎中 提早的開 又只能是微微的打開 微微的打開 到最後呢 接近出彎點才能全開的話 那你的效率絕對是差的 單圈成績也無法做一個有效的提升 日本雜誌在10年前有做過專題的報導 如果你在彎中感覺想要開油門 但是你稍微忍耐一下 大概0.4到0.5秒 稍微忍一下再開 這時候你的線路會更往出彎的方向加速出去 而不是走一個比較外拋的圓再拉回來 因此什麼時間點開油門 可以說是騎乘技巧裡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今天最後要給大家提示是 你怎麼樣回油門也很重要 當我們在放油門的時候呢 你是直接放開手讓油門直接彈回去呢 還是你可以緩慢的 逐漸的把油門給推回去 你要記住喔 當我們在放油門的時候 車輛在加速的過程中呢 其實會往前彈的 也就是說 我們放油門如果太粗魯 直接放掉的話 你會感受到 車輛會突然往前傾 前叉是下沉的 因此 比較好的做法是 你快速 而且持續的把油門給推回去 而不是直接放開 讓它直接彈回去 以上就是戰場今天要跟大家聊的 油門操作的技巧 關於油門的部分呢 還有我們什麼問題 請在下方留言 或是你想要聽什麼主題 也趕快留言告訴我們 戰場這邊呢 一定會陸續做相關的內容 來和大家深入探討 我是某些戰場賓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